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嘲諷自己很胖 然後自己長得很難看 或是說我自己只有3公分 但是卻不能拿自己的死來消費嗎 68萬youtuber舉若講幹話夾實 突上芯片我還有呼吸 哈囉大家好我是舉若 首先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下我的身體狀況 目前我暫時是健康的 也就是說我現在還是有 處於有在呼吸的狀態 那你那個男人又復活了 擁有68萬訂閱數的youtuber舉若 自幾個月前就開始停更 先前被傳出死掉的消息 昨天上傳新影片說明內幕 沒想到一切都是自導自演啊 我這幾個月所發的影片 長度都偏短 而且我也不再露臉的真正原因 這個答案呢其實非常的簡單 除了youtube本身那些奇怪的規定 占了大約我不想拍的20%之外 那最主要呢還是三個字啊 那就是 我本來想拍一支 就是嘲諷耶穌死掉後 三天復活的段子 那裡面有一些梗 我是認為還不錯 但是麻煩的地方就在於 為了要鋪這個梗 我自己就必須要先死掉 然後再復活 這樣我才能去實現這個梗 看我拿三里寶劍 斷開魂解 斷開鎖鏈 斷開一切的牽連 於是為了讓我的觀眾相信 那我就只能以舉掃的身份 在社群上來寫文章給大家 那總不能用我自己吧 因為這樣就真的只有鬼才會相信 於是呢過了幾天呢 我又PO了一篇已經火化的消息 來增加可信度 那這個時候呢就不得不提到一個東西啊 叫做媒體 我好像太高估台灣部分的媒體 因為我認為任何的事情啊 媒體應該都有責任先去求證 然後才能去報導對吧 這個應該是基本常志吧 結果呢 我本來都已經寫好了一個罐頭訊息啊 給那些有良心會來求證的媒體朋友們 那內容最主要就是跟他們說 就是我會 我要拍一支影片 我要鋪梗 那三天之後就會上傳之類 請他們先不要有任何的動作 那結果呢 我還沒等到第一個人來求證 網路上就已經有媒體 公開發文說我已經走了 至於原本呢 我本來要上的那支影片 我現在也不想發了 也沒心情發了 但對於上述的陳述 還是有網友不買單 懷疑那是預錄影片 猜測蒟酪真實 因為蒟酪在7月28上傳的影片 提到自己身體有狀況 最近這幾天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一直拉肚子 那我懷疑我是不是罹患了大腸癌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你這幾天都吃的那麼油 你只要少吃一點這種食物 然後多吃一點蔬菜水果 應該就可以改善你的問題 於是呢 我的理智線就斷了 你們知道嗎 我開始像發了風一樣 拼命的對著醫生跟護士咆哮 然後不斷的喊著說 我要做大腸癌篩檢 我要做大腸癌篩檢 直到醫院的保全過來 才停止了這場鬧劇 我是被醫院的保全架著離開的 這個世界上最厲害的詐騙集團 其實就潛伏在我們的身邊 蒟酪這番操作可真是厲害了 小編以為我在看爵士網紅呢 那些小編以為死了 死了 死了